大家好,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与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,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 可以去给我们的礼物呢,进行一个小包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折纸系列 在这个系列当中呢,基本上都是一些废物利用 比如说用过的一些材质,卡纸和一些彩带 那么我们这边呢,就是选用到了一张没有什么用的这个彩色的 稍微有点硬度的卡纸 在选用卡纸的时候呢,千万不要选择太硬的 如果太硬的话呢,就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把它包回去 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对折 做出来我们的小礼包 然后再给它用我们的彩色的一个彩带去给它进行一个装饰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呢,我们是差不多给它进行一个对折 但是这个时候呢,千万不要把它压得太紧 稍微的给它做一个记号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两边的这个边边也是对到中间 以我们刚刚对折出来的这个印记为它的一个标志 就是往这边对折 它们就好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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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小的袋子给它差不多做好了 折好了之后差不多就是要用到我们的胶水给它进行一个粘胶 这边边上呢直接把它往外凸起来的地方往里面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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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或者呢这边你可以给它直接折过去 然后用我们的纸胶带给它进行一个粘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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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Regma 我们这个礼包呢就已经做好了 最后是随便用一个 meets你喜欢的一个小的绳子 给它进行颜色上的一个搭配 然后做出来 它这样的一个蝴蝶结就可以了 也可以不用我们这个 小的彩带 或者是这种缎带 直接是在上面去贴上一个 自己喜欢的一个标志就可以 好了 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想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的频道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 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 你就会有个及时的消息提醒 和一个推送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目准 下下的赞和一个留言 下期再见咯 拜拜